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已经快两周了 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最严重的传统金融制裁 就是把它移除出Swift全球金融体系 而在另一个数字货币领域大网们的表演才刚刚开始 2月26日乌克兰副总米菲多罗夫开始在推特上 公布乌克兰接受加密货币捐款的比特币 以太币和USDT的地址 相比比特币以太币USDT对很多人来说都会比较陌生 USDT又叫法定货币 是加密货币和美元之间进行交换的一种中间货币 以USDT相当于1美元 截止到3月4号乌克兰总共收到了价值54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捐款 这是第一次人们可以在几分钟内直接向一个国家的政府汇款 并帮助它打一场战争 在一系列金融禁令和舆论控制中 加密资产和与它相关的去中心化网络 扮演着什么样的重要角色 大佬们又是如何站队的呢 出生于俄罗斯 后来引领加拿大的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 在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活动的时候 对政府利用银行手段制裁抗议者就提出了异议 说加密货币是一个避免金融制裁的好手段 这一次他也开放了以太坊地址接受捐款 以太币是最受欢迎的捐款加密货币之一 作为乌克兰人乌克兰Kuna加密货币交易所 创始人和CEO迈克尔·乔巴尼安 也是很早发起数字货币捐款的人之一 非常乐不得他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 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接受媒体采访 说自己身上这件衣服和拥有的加密货币 就是全部家当 他呼吁大家利用加密社区的力量捐款 比特币以太坊和波厂以及波卡都开放了他们的地址和钱包 他每个三个小时就会在推特上更新捐款的数额和渠道 非常的透明 波卡的创始人和CEO林嘉文捐了价值580万美元的波卡币 可以看出这些加密货币圈的大佬 以人道主义援助的理由给乌克兰捐助了共计几千万美元价值的加密货币 那一些主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呢 还禁止了俄罗斯的卢布或来自俄罗斯的用户 而当大部分加密货币交易所捐助乌克兰并且禁止卢布交易的时候 在中国被大家熟悉的币安却有着不同的策略 币安呢是一家全球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从2018年开始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 他的创始人赵长鹏一开始是在上海设立公司 那由于币安创立于中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缘的联系 尽管币安宣布了一千万美元的捐助给人道主义组织解决俄乌危机 但并没有禁止卢布在该交易所的交易 因此仍然受到了乌克兰副总理以及加密货币圈一些大佬的微词 另外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币圈大佬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拥有很多铁粉 并被视为男神级别人物的孙宇成 是加密货币交易所波长的创始人 他在微博和推特上呢也发布了波长开放地址援助乌克兰的消息 但同时在微博和推特上 po出了和俄罗斯驻WTO的大使会见的消息 两边讨好不仅以人道主义原因 向乌克兰捐款开放钱包 又讨论如何用区块链技术让俄罗斯的普通民众能够在金融市场受益 这种两边通吃的态度呢 似乎也是中国出生的区块链行业者在俄乌危机中必须保持的中美立场 但是似乎这种解释并没有在评论圈里得到绝大部分网友的支持 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无论是对哪一方的民众来说都是灾难 在币圈大佬们都有自己的解读 在俄乌危机进入战争的第十天 曾经给乌克兰送去新链终端的马斯克发了个推特 说有些国家的政府但他指出不是乌克兰 要求新链攻锁俄罗斯的新闻来源 他说除非有枪指着我们否则我们不会那么做 或许这也是币圈的态度